女人心里有一个放不下的人,会有这五个明显的表现。 爱情是有很强烈的排他性的,没有男人能够接受自己深爱的那个女人,心里有一个忘不了的男人。 那说明不管她如何的付出,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都是没有意义的,不管她如何的去努力都赢不了。 女人心里有一个放不下的人时,会有这五个明显的表现,抓不住的人,你就放手吧。 1.她从来不对你说心里话,她从来不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你,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淡淡的,就好像有你没你都一样。 2.这样的女人其实心里是没有你的,她遇到开心的事情不会和你分享,遇到难过的事情你也不是她想要倾诉的那个人,这个女人是真的不爱你。 2.你经常找不到她的人,你是不是经常找不到她,不知道她去了哪里,她不接你的电话,不回你的短信,就好像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。 3.她不愿意去见你的朋友,如果一个女人,她不愿意和你去参加你的朋友聚会,也不愿意去见你的家人,其实原因很简单,她只是不爱你,不想融入你的圈子。 4.每次你叫她和你一起去的时候,她都会找理由拒绝你,她总说和她没有共同语言,怕去了大家都尴尬,别傻了,只有不爱你的女人,才不愿意去见你的朋友。 4.她心而理得地接受你的付出,却从不回报。 5.她从来都是这样,你对她的付出,她都接受,从不说感谢,也从不回报你,其实爱一个人,是不会去在意回报这回事的,但是一份感情,如果长时间都得不到回应,也是会被消磨光的。 5.从不和你讨论将来,她从来没有和你讨论过关于将来的事情,和你在一起也只是相就,因为心里有忘不了的那个人。 5.所以所有的一切与她而言都是将就,她就这样拖着你,不让你走,也不给你希望。